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333集 几乎在白小春 将那四个偷袭而来的铸鸡修是斩杀的刹那 一声尖锐的诡异之声 木然间从远处的空河远宗门内传遍了整个战场 随着声音的回答 一连串的笑声 让所有听到之人都忍不住的身体一喊 好似身体从内到外如指身笼动 在声音传出的瞬间 一道长虹从空河远内飞出 漂浮在了半空室 露出了身影 那赫然是一个布偶 只有三尺多高 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 甚至很多地方都露出了残缺 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 没有多少头发的布偶 仿佛是凡俗之中被孩子丢弃的玩具 此刻漂浮在半空 却散发出惊人的气息 而那笑声也正是从这娃娃口中传出 他的双眼内带着一丝红色的光芒 似极为的嗜血 此刻一晃之下 就瞬间消失 出现时赫然到了一个逆合宗修士的面前 刹那儿过后 这修士睁大了眼 头颅轰的一声 直接爆开 鲜血似箭时 那娃娃的笑声再次的传出 这一幕 让所有看到之人都倒吸口气 白小春也是头皮一马 这 这就是空和院的底蕴之宝 白小春脑海里正这么思索时 从里内 公孙婉儿抬起头 冷冷的看了那娃娃一眼 眼中似有亲密 就在这个时突然的又有一道长虹从虚无中平空而出 以极快的速度直奔着木偶而去 仔细一看那长虹内的身影赫然是血西宗的底蕴 稻草人 这稻草人的脸上一样带着诡异的笑容 出现的刹那 他手上的人皮掀起 传在了身上后 纸本不偶 护明惊天 很快的 这两个非人之物就在半空中直接厮杀起来 小声传出 诡异非常 不少逆河宗的修士松了口气 可白小春以及那些金丹修士 还有一些反应快的主机 确实面色在这一刻大变 如果这娃娃是空和院底蕴的话 这一切还好 可一旦此物不是空和院的底蕴 而是降低一个层次的质保 那么仅仅是质保 就需要血细宗的底蕴去占 空和院的底蕴又会是什么 白小春稀奇 他怎么看 都觉得那娃娃不像是底蕴的样子 如果说空荣邪术是底蕴 那么白小春不知道 空和院内是否还有其他的底蕴存在 就在白小春心惊时 又有一声尖锐的呼啸 从空和院山门内飞出 那是一条果实布 上面有着一些褐色的鲜血 一股难以形容的气息 在这果实布飞出的刹那 轰然爆发 气势之强 竟与那不偶娃娃死不相上下 在其横扫大地 与呼啸而来的瞬间 一缕烟丝 从远处漂浮而起 在半空中散出无上金光 化作了一个道士的身影 此人终年充满了威严 一步走出直接拦截果实布 这身影正是玄西宗的地狱 苍穹轰鸣 战争的波澜在这一刻弥漫天地之间 白小春呼吸加快觉得很不安全 又取出了不少符纹 贴在了身上后 收取了四人的锄带 这才小心翼翼的前行 他尽量不去注意天空的战争 此刻全部牺牲都放在四周时 保持自己的速度 在这前行时 忽然双眼一闪 右手掐举 向着不远处一指 立刻一尊紫色的顶 幻化出来狠狠的一砸 哄的一声响 那里出现了一个深坑 白小春冷横一声 索性眉心第三幕开启 通天发夜 骤然睁开后 他立刻就看到了 在大顶旁 只有第三幕 才能看到的一个身影 没有任何迟疑 白小春猛地冲出 刹那临近 右手握拳 修罗身全部爆发 一拳轰出 那身影好像觉得不可思议 急速后退 可还是被波及 喷出鲜血时 从虚无中幻化出来 成为了一个中年男子 他看向白小春的目光 带着骇然 你能看到我 他话语节就要后退 白小春背后翅膀出现 狠狠一声 轰的一声速度暴增 直接追了上去 又叫抬起狠狠的一轮 砰的一声 任凭这修士如何阻挡 甚至还取出大量的防护法宝 也没有丝毫作用 那些防护法宝 刹那崩溃碎裂 白小春这一脚 脆苦拉朽 直接抡在了对方身上 强悍之力 冲入这修士体内 摧毁一切生计 白小春没有停顿 收其除代 再次前行 一路发眼睁开 所过之处 任何人的隐藏 都无法逃出丝毫 甚至他还改变了方向 去其他人所在的区域 若是看到有同门受伤 顿时救援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永恒》 这一路上 他看到大量的尸体 有空和院的 也有拟和宗的 甚至里面 还有他熟悉的面孔 这一切 让白小春沉默 他不知道该如何去表达 这一刻的情绪 他只知道 自己身上的煞气 更浓了 这 就是修行 白小春难难 道理他懂 落尘山脉时 云见深渊时 雄城下 他都已经懂了 可依旧 还是每次在这个时候 都会 复杂 在这沉默中 白小春忽然听到了远处 传来一声急促的 斯明 这斯明声带着焦急 更有七里 仿佛悲哀到了极致 让人听了后 会忍不住 心神一刺 这声音 这声音在别人耳中如此 可在白小春耳中 确实如同雷霆 他立刻就认出这声音的来历 凤鸟 白小春猛的加快速度 向着传来斯明的地方急速飞奔 很快就临近 看到了 那只当年吃下了白小春发情丹的凤鸟 此刻正发疯一样 哪怕自己受伤 哪怕鲜血弥漫 也都去冲击一个 穿着黑色长袍的女子 这女子 面色阴冷 脸上有一道愈合后留下的疤痕 如被毁了容颜 眼中带着煞气 整个人身上散发出惊人的危险感 而在他手中 此刻拎着一颗头颅 这头颅是一个老者 睁大了眼 似乎 对于自己的死亡 无法窒息 地面上则是一具无头的尸体 穿着灵犀一脉的衣服 鲜血 此刻还在向外翻滚流淌 周长老 白小春全身一阵呆呆地看着那个头颅 这死去的人正是灵犀一脉 香云山的周长老 也是代替李清侯 成为了香云山长座之人 他的身体颤抖 他的双唇 哆嗦 他的脑海在这一瞬 浮现出了无数的画面 出上山时 于张大胖几人 吃着送给周长老的甜才地宝 风鸟带着周长老 在半空中 指着刚刚走出炼丹方的自己 一服 就是自己害了他的模样 香云山上 周长老 一脸怒意 追着自己飞奔时 自己那一声声凄厉的惨叫 南北两岸大战前的资格战 原本准备蒙混过去的自己 在周长老的一声大吼响 吓得赶紧飞奔上桥 得了第一 这一切的一切 在这一刻 于白小春的脑海里 全部出现后 又纷纷的四分五力 一股乎形容的悲伤 在白小春心神中弥漫开 却又凝聚成了天雷 昏明爆开 他死死的盯着那女子 双手握拳 握得很紧很紧 凤鸟 此刻也看到了白小春 发出了悲气之声 直奔白小春而来 那女子冷笑 突然右手抬起 向着凤鸟一指 立刻一道黑芒 瞬间飞出 直奔凤鸟师 化作一张大口 眼看就要吞噬凤鸟 你找死 白小春低吼 身体一步走出 一股铁血 悍然之意 在他身上茫然爆发 这一步落下 直接就出现在了 蜂鸟的身后 向着那来临的黑色大口 直接一拳轰出 这黑色大口崩溃 化作大量的黑雾 可却没有消散 而是眨眼间 就凝聚出一个身影 正是那女子 而远处他之前的身影 此刻竟是残影 真正的身体 如今就在白小春的面前 嘴角带着冷笑与清明 右手抬起 向着白小春眉心狠狠的一指 距离太近了 根本就无法避开 而白小春也没想过避开 他替那不死长神宫爆发 修罗绅 周然的幻化石 不但没有后退 反而向前狠狠的一顶 这女子面色一变 他没想到白小春 居然如此狠了 手手不及 轰的一声 她的手指 就与白小春的额头 碰到了一起 咔嚓一声 女子身影抱腿 手指弯曲 眼中首次露出了凝重 没时间与你纠缠 女子沙哑开口 骤然后退 就要离去 可我 偏偏要与你纠缠 白小春美心出现了一个伤口 可他却毫不在意 淡淡开口时 右手掐绝尸 向着大地 血杀戒 无穷的血气 从白小春身上 骤然扩散 形成风意 凝聚成戒 阻挡 女子离去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